接下来进行比赛 190磅争霸赛第二轮第二场 首先有请蓝方江苏虎威格斗健身俱乐部的桑托斯出场 有请鸿方选手来自胜利人和的亚历山的奥里尼克出场 男方身高一百九十三公分 年龄二十六岁 职业战绩二十一战 十七胜十一次KO对手 来自巴西的桑托斯 同方身高一百八十六公分 年龄三十一岁 职业战绩三十战 二十八胜十四次KO对手 2010年IFMA世界锦标赛 泰拳冠军 来自乌克兰的亚历山的奥里尼克 有请场上裁判张学正 红方 来方 放脑 几座不能击打 走不信用 吸 摟抱手只能用一次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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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时 红方 来方 开 好 这是场上咱们一声口令 一回合较量 这是一场经典的中国武术国际赛 有巴西选手对乌克兰的选手 我们看到蓝方选手 这应该是巴西选手 他也是个反战 左手中拳在后面 蓝方选手 起腿会非常的突然 但是还要看看全腿的一个有效的结合 双方拼拳 互相交叉值 连续的边腿 前手点击 也是为他的腿法创造一些条件 从现在的态势看 蓝方选手他虽然腿很凶 可是他每次在起腿之前的预兆很明显 他承重腿比较的靠前倾 如果对方有一个比较好的前腿 对他的承重腿进行干扰的话 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双方还是比较保守的开始 但是可能转世 就是一个狂风暴雨的一组拳就进来 因为他要做全面的评估 对各自的对手 对他们的整个技术战术状态 还有他这个动作规律特点 有一个比较好的掌握之后 知彼知己 最后做到一个出气不易 攻击不备 贴腿 攻击 漂亮 这个时候跟我们前面评论的一样 就是这个红光选手呢 他判断蓝方选手的这个重心呢 找到了一点规律 他欺贴了之后呢 有些破绽 因为拳手在这种台子上 当你百分之百出力的时候 其实当时两个职业选手在场上的话 可能几十秒钟就已经迅速摸到对手的底线 和他的整个感觉了 所以我们这要怎么叫知彼知己 其实就包括是叫我独知人而人不知我 就我对对方的了解要高于对方对我的了解 虽然我才能在场上呢 就知人 掌握到这个主动权 知人不知人 你看就是发现对方的那个承重腿的一个特点 所以 作为红光选手打的还是相当的聪明 打出个拳法组合 而且要搭这个扁了 给虎佛的判断 虎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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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好 接着会合 虎佛 虎佛在第一个回合上 这有优势 这个合我们看到是蓝风选手有点转价 就是他打两面弓 他现在换了个肩架的这个 方向 这样对他来讲是不是个很好的选择呢 我们现在还是有几分担心 漂亮 这个拳法就是可能他自己掌握了对方的一些规律了 所以 这两个人 对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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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秒,他们正确认识 险西把对方撂出拳脉 我看的是红防选手在对方起腿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传击的意图,但没有做出来 这个迎击打的还是不错的 一个交叉值,这段时间有个小高筹 应该分开 转身团漂亮,这是舍身体 身体重心出来了 他是放弃自己重心,给那个有效打击 但是一旦打中以后呢 这个效果往往是使大家大跌眼镜了 有传卖到一起 这个呢,是一个过胸摔的感觉 在这比赛规则中呢 是这个动作是不被认可的 不够 不够 漂亮 有的时候,当你习惯了一种训练方法的时候 可能在这个拳台上 一些稍微变了一些比赛的规则 可能你就马上不太适应 所以我看到洪峰先生可能对摔上可能也是挺讲究的 嗯,所以在比赛中呢 不管你怎么准备 产生有很多情况呢 是你预料不到的 或者是不碍着你的意向 是进行发展 所以我们叫敌变我变 好,这段直接双方这个拼拳啊 打的有声有色 接腿 漂亮 有了 这个回合还有十几秒钟 还有机会 对于双方来讲都有机会 一个冲戏,但抬腿过高啊 回合时间不多了 打个后者哈 OK 蓝方应该主动改变一些策略 尽量做出一些有效的攻击 蓝方先生在这个回合中 我们看他这个拳法给对方压力 现在是显现出战了 红方在后撤的时候 有几个很好的躲闪 双方倒地 这个我们看到确实是 作为蓝方先生 他这个重心控制还是有些不足 蓝方先生显得比较瘦长 他这个力道啊 我们觉得还确实给对方造成危险 到第三回合我们看到这个双方体能下降 这里头呢 有可能是压倒落到最后一棵草 这个体能下降以后动作会走形 判断呢也会有失水准 从中国传统武术来形容这种拳赛的话呀 压倒最后一棵草 这草其实没多少劲 但是双方因为把拳部的力量都拼尽了 这实际上是阿拉伯的一句谚语 漂亮后手打的 非常准 重心比较长不得好 蓝方在这回合 哈森似乎 打个小高潮 有个小高潮出现 如果这时候全腿能结合起来不就更好 但是这个跟平时训练有很大关系 就是个动力定型了 咱们打好了反射系统建立 我认为蓝方的拳赛 如果他们有些腿能支持 他会比较好准备 比较好准备 比较好准备 现在只准备的准备是不够的 漂亮 蓝方选手呢 我们看到他步步其迷的时候 红方选手打的还是比较机动灵活 所以你能看到 两个选手 在场上的动作 动作比较好 对 肯定 反击 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命中力 红方选手呢 打的比较的准 而且身体把握的比较好 虽然在退守 但红方选手还是争取打一个点 好 好 会不会有点准备 连选手 来看三位裁判打翻结果 一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二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三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盛方 红方 亚历山大 二绿迪邦